大家好,歡迎收看星期二下午的梅渣一股,我是林之童 這節我們請來Stanley,為我們推介一下深水股份 Stanley你好 現在先回顧一下上星期你為我們推出股份的表現 上星期你推中樑油,恒指上星期收28,142點 今天下午收市27,491點,見到這幾天市跌得多 全星期跌了651點,跌幅有2% 你推中樑油,上星期五收時是3.363點 今天下午收市是3.67點,跌幅有4% 不過其實你就是建議我們3.6買,即是這一個星期最低的位置 見到會不會這個策略,都是拿著先看著4.5的位置 終於有一次可以低賣到 你一陣子每次定身的目標,那些買入價完全買不到 是這隻今次第一次這麼幸運 不過又不知道是否很幸運 買得到,可能未必是好事 但是怎樣都好,今次又順利賣入了 剛剛摸摸去的價格,還算是有微利 還有上一次都提到 公司本身有一些叫月純的汽油的概念 還有系內都有些重組的概念 所以按道理,暫時都可以考慮一下 就先拿著它 還有今日的時間,見到這一系的中樑系 都好像有少少的移動 所以暫時都是以這個策略去部署 買入價3.6,目標價在四個本這個位置 好啊,除了一隻中樑油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之前七月份的時候 就推介過維爾達 但是近期這隻股份 是不是都有一些負面消息困擾它呢 就是換句反兜城,上星期宣佈破產 沒錯 它就是維爾達五大客戶之一 對它會不會有很大影響 基本上應該都會說回這一隻 因為你可以說本身這個反兜城 都是這個叫做維爾達的大客之一 因為公司都提合到的 你可以說這個反兜城 是這個維爾達的五大客戶之一 所以如果你說現在有這個 就是反兜城那邊有這個破產保護的話 都能對於你說維爾達的產品 那個消失額方面 可能有一些影響的 公司又暫時預計說這個因素 對於公司的財政狀況 就不會帶來一些重大的不利影響 不過因為始終你可以說現在 這個反兜城 降落在破產保護裡面 那你說究竟有沒有一些 可能一些我們叫做英修將 就是有些可能令到維爾達 可能有機會做一些叫做減值 這個都要再觀望的 但是公司的基本面其實是不差的 就是基本上 當然你可以說這個反兜城本身 是它的大客之一 但是怎樣也好 公司的仍然的前景 你可以說都相對比較樂觀一些 所以暫時你可以說 觀望這件事態的發展 但是初步看 我仍然看好這一間公司 好啊 講完維爾達之後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市 你都看得比較審慎一些 今早跟你談的時候 是的 沒錯 現在這個市況之下 比較燙一點點 選股要用什麼策略 這些市況 我們可以說政治市場 就真的很難去估計 因為這個 特別這些地緣政治 這些因素 你很難去用一些 即是你可能量化到 量化不到 尤其是現在大家面對著的兩大狂隱 都真的比較難搞一些 所以選股方面 基本上都沒有後低 可能選一些股份 所以今天這隻就是 六九六 這個叫中韓信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都知道 有一些假期的概念 因為今個星期 除了期之結算之外 最重要打工仔最關注 就是有長期間 下個星期一就是過慶假期 今年十一黃金周 內地客戶旅遊情況是怎樣 基本上因為今次加上中秋節 內地方面 基本上有八日的長假 所以都預計很多內地市民 雖然說內地方面 都不斷在鼓勵 大家都是留下內地消費 鼓勵內需 但都預計外出的 出油的人數都會多 基本上包括自己 可能在自己 可能在村首各省 可能做這些動作 基本上有七億人次 而且一個內地的民航局 都是預計 在十一黃金周裏面 航空旅客 都有1300萬人次 都可以反映 就是在這些大時大節裏面 基本上都可以 會刺激到一些旅遊的消費 好啊 今天要推介的 就知道是中國航訊 股份編號696 簡單說一下它的業務 概要先 有航空信息技術服務 結算和清算服務 和數據網絡 和其他服務 三大業務 Stanley 可否輕輕說一下 怎樣有一個假期的概念 其實有點假 假期跟它的關聯性 真的不是很高 甚至你可以說 按道理放假的話 那些航空股 就是我們說 可能你說南航 東航 國航這些 可能那個受惠程度 是相對比較大 但是為什麼會選這隻呢 因為事源就是 我對於三大航空股的前景的看法 比較有中性 但是因為本身你說 假設那些旅客 真的可能要出外 甚至乎要訂機票這些 通通都經過它那個系統 所以你可以說 公司有些獨市的生意之餘 其實今天都有一個新的概念 都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不過大家聽我講座的時間 都有曾經 講過一下 中航信那些 這個比較獨特的概念 但是今天就再詳細些 去講一下 但是你只可以說 那些是以內地方面 那你要做這些 航空方面 一些數據的發展 甚至乎 一些叫做訊息的 一些網絡服務的話 都是要靠這個中航信 好啊 業務大約知道是做些什麼 但是都要看回業績 看回中期業績部分的概要先 我們看到2017年 中期的收益 就是有升到1.4% 營業利潤都升到1.6% 不過最值得的留意 就是純利方面 跌了1.2% 那份業績算不算是一般的 在大數方面 你可以說 這個大數 看上去是差的 甚至乎 剛才提及到 好像你的收益方面 有增加的 另外就是 營業利潤都OK的 但是股東經驗利潤方面 是跌的 而EPS都是比較差的 可能大家會有些奇怪 就是這間公司 通常我選一些股份 通常都是比較穩健的 這隻好像看上去都是比較差的 和我之前的推介 可能有少少的 那個Style不同 不過先看真一點 這個就看下去跌的 我們先看下一版 下一版是介紹 公司本身 剛剛提及到業務的佔備 當中你會見到 最大的收益來源 基本上都是航空訊息的技術服務 基本上一些是提供 例如說一些信息這類的盤籌 簡單一點就是 有些公司 即是航空公司 可能要知道 某一些班次 甚至譬如那邊的旅客 要知道什麼班次 可能要上網去 可能去瀏覽不同的機位 這類東西 你瀏覽的話 基本上就是 可能一間航空公司 就要付錢去中航信 所以這個收費 你可以有多穩賺的 而在2017年的時間 這個增長方面 都有一成二的增長 另外其他兩版 基本上的增速 就不算太高 只有一成了緊 你整體來看 這條數的話 就像剛剛為例 公司整體上 今年上半年的營收方面 都有大概一成四的增長 好了 現在下版解釋一下 就是為何公司的盈利 那邊會做得比較差 嚴格上 公司的股東金錢有利方面 是跌的 但如果你看看公司的盤數 因為在2016年的時間 公司有一個政府的補貼 那多少錢呢 那是五億人民幣 所以你撇除這條數的話 其實按道理 公司本身上半年的稅前利潤 其實是升一成一的 反映一下 其實公司的業績 就未至於 大家可以說到這麼差 倒退 其實怎樣轉 就是公司還有一成幾的增長 好 業績方面有跟進過 當然要講一下 為何會看到這間公司 就是順利倒退下來 我們先看看 剛才你也講到 這間公司有個獨市的生意 沒錯 當中看下一版 就是有GDS 其實是甚麼來的呢 那GDS 如果你看回中文去簡稱 就是全球分銷系統 那這個概念 可能大家未必會明白 但如果想去簡化一點 就是 基本上 你任何一個 即是任何一個 個人也好 機構也好 基本上就是 這個系統 它包含所有 關於一些 航班的 就是 上落的時間 座位的資訊 票價 定價 可能你說 離境的系統 以及 出票和結算的系統 基本上就是 只要你跟航空業 相關一些範疇 基本上這個系統都包括在內 其實就真的 可以說是很全面 下一版 會比較再解釋清楚一點 因為 其實你看回 這個 我們叫中韓信 這間公司 其實就是內地 唯一一間 就是問韓數的供應商 即是說 其實你所有的人 即所有公司 基本上 要查詢一些 機票的訊息 基本上都是要付錢 因為它是按照流量 去向一些公司收費 如果你看回內地方面 剛剛提及到GDS 其實要用的範疇 就很廣泛 而且都可以說 根本上你只要坐飛機 你一定要用它 這個系統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就是 它好像一個系統 你一定要用它 你用它的話 就要付錢 而內地方面 它又不至於100%是獨市 即是內地方面 有一個叫春秋航空 它是一些自己研發的 作為控制的銷售系統 但問題是 在全中國裡面 這個佔比 可能只不過是不夠百分之一 另外就是 在2014年的時間 其實這個市場 開放了 即是你可以說 這個叫民航信息的市場 開放了 而當時 一個叫 就是傳球最大的公司 叫艾馬迪斯 都曾經覺得 這個市場開放了 就可以大舉進軍這個市場 因為它本身的規模夠大 它想去這個中國市場發展 但問題是 始終你可能叫外資 還有就是 中航信本身 已經和很多 叫做一些航空公司 都簽了很多的協議 所以基本上 即使你進去都好 其實成效 都真的不大 中航信本身的規模也好 那個佔比也好 仍然最多是它 嗯 好 除了它們有壟斷的優勢之外 另外 都知道 是它們股東的關係 都令到你看好這隻股份 是不是 因為看到它的股東 很多都是一些航空公司 關係那麼密切 所以看好這隻股份 都一定是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 剛剛提到 它與航空公司的關係 是很密切的 密切到什麼情況 基本上內地的三大航空公司 都是有持股的 即是大家看到 都是持股的 不同的叫佔比 而且因為本身 它是內地很多的 叫做航空公司 都是持有它的股份 所以出現了一個什麼情況 就是 如果你的假設 真的 叫做持有著它的時間 變成了 你一定會 某程度上 是用它的系統 而且因為本身 你可以說 那個接入位 你可以因為這個系統 而可能查詢其他 其他公司的個別資料 當然可以公佈的資料 所以變成之下 就是方便了很多公司的發展 所以其實這個 這個背景的情況 都對於公司的發展 是有個大幫助的 另外 即是那些客戶 都會通過他們這個系統 去買機票 或者做定位 那些 那是否它可以拿到這些數據回來 都可以幫到它之後的業務發展 其實這個 我講一下第三點 這個就是一個大數據的分析 這個反而是今天想 可能講多一點點的東西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你說中航信本身 剛剛提及到 就是說 它有很多的客戶的流量 包括一些人的 可能一些 那些乘客的 一些航班的資料 甚至乎 這些航空公司本身 一些很多的資料 其實現在大家都不斷說 大數據 那你又對於你說 中航信本身 有沒有什麼大的幫助呢 簡單來說 我想這有三點 我逐點去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點就是說 因為你可能鎖定目標的客戶 就是這個 幫航空公司 可以鎖定某些目標的客戶 那什麼為目標的客戶呢 如果你假設 有一些叫乘客 你可能是由A去B這個地方 A去B這個地方 可能如果他本身 可能搭運的時間 可能比較短 即是意味著 那些客戶 可能是乘客 可能是乘客 而且鎖定目標的 而且鎖定目標的 證鎖定目標的 就是假設他 很多時間 都是去這條路線 都意味著 他可能是一些商家 即是做生意的 可能你說之後的時間 還有一些 這方面的優惠 可以提供給客戶 那些客戶 如果那個人 可能本身是 A去B這個地方 但可能他的時間 是很長的 即是反映了什麼 反映了些什麼 可能他是不乘飛機 可能是乘高鐵 如果你知道這些數據的時間 就是說 這個乘客 有機會是公司潛在的客戶 這就是鎖定目標的客戶 這個意思 第二個 其實剛剛有一點提及到 就是說 假設有一個人 可能他經常性 可能是某一些路線 即是意味著 可能是一些商人 甚至你可以說 假設他不斷飛不同的點 即是意味著 其他人本身是一些旅遊的大人 即是經常性去到的 但他可能要乘搭的機 可能需要一些便宜的優惠 所以這方面 就可以再叫做 推銷給他 這個是一個 細緻分類的情況 即是可以分辨到不同的客戶 去消費層面 而第三 為什麼航空公司做一些精準的行銷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都知道 基本上你只要用APP的時候 那個人的位置在哪裏 你都會很清楚知道 一清二楚 假設好像剛剛提及到 那個人基本上是一些 路由的達人 甚至乎 假設他打班機的班次 可能一些比較廉航多 又或者是時間上沒有那麼好的話 意味著是一些比較低端的客戶 所以假設你有些便宜的機票時間 就可以通知這些人 反過來 假設有些搭客 可能他本身可以用APP的時間 例如一些個別的地方 例如像高爾夫球場等一類的時間 意味著這些客戶本身 可能是一些高端商品的客戶 所以可以進行這些分析 所以大數據在中航訊方面 其實都有一個不同的利用的範疇 這些資訊也可以說 是航空公司很想知道的東西 所以我相信你說這一類的資料 資訊在往後的時間 會對於日中航訊本身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幫助 好啊 有這個big data的一個概念 另外想問一下 剛才說了很多 可能他的業績 或者他的業務方面 還有些什麼 即他們的業務的發展又是怎樣呢 前景又是怎樣呢 基本上因為現在 剛剛都提及到 其實公司都有很多big data的概念 而且公司本身 北京方面 一個新的運行中心 將會在後半年的社會員工 也變了會減輕公司 一些經營上的租用支出 至少就是說 可能很多這些 伺服器 這些資訊的東西 分析自己的公司 會比較好一些 兼且經營費用會減少了 第二就是說 公司在之前的時間 其實都收到一間 愛爾蘭的旅遊公司 這間公司 基本上也可以說 幫助公司向外拓展 以及在big data方面 都有些幫助 因為愛爾蘭這間公司 本身主要是一些 可能由一些 可謂的乘客為主 所以變相之下 你也可以說 多一些基本的 一些數據資料 第三就是說 本身2035期間 內地方面 都經常說 一個民用機場 這個概念 也預計說 為了50座機場 會建造出來 變相之下 對於公司的集成業務 都會有一個比較好的發展 嗯 雖然是這樣 但是會不會有些風險 大家都要留意 風險其實是有的 如果你以公司本身的業務 基本上真的不是太為人所熟悉 雖然提及到 其實你那個概念很簡單 即是一個叫做 GDS的概念 即基本上你說 訂機票 訂酒店 訂機位 這些基本上 通通都經它那個系統 但問題是 你說一些不是行內的人 要熟悉這個業務的話 至於都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其次就是 剛剛提及到 雖然壟斷局面 現在基本上 都已經形成了 你說其他一些競爭的對手 要跟它爭的話 都真的很難 還有這些的 BIGDATA 基本上是不斷在 現在儲存著 但是你說 內地方面 因為很多的行業本身 都希望加強一些競爭性 所以這個版法 都不排除之後的時間 有機會可能 壟斷局面 會被打破 所以這件事 對於公司來講 都是一個比較大的風險 部署上面 剛才你也講到 市場可能要審慎一點 但是 11黃金周快要到 如果真的要買這隻股份 這個策略應該怎樣做 其實 我自己覺得 你說20元以下 這些位置 都已經可以買 但只不過 本身這陣子市房 可能波動性比較大 看看可不可以 偷雞 19個半的位置 希望可以買得到 目標價方面 就不算很進取 都是以後當然是一個 如果是歷史高位 大概是23.40元 這些位置 但是目標 只有24元 這個位置 即是都駁它 整個位置 之後的時間 有機會可能會有些 即是突破 都去到這些水平 暫時都是以後 大概是11元 做止蝕位 好啊 今天看到 暫時來講 696 中國航訊 暫時都在做20.4元 今天低位20個樓本 都未穿到20元 這個水平 好啊 我和Stanley談到這裏 Stanley有沒有持有 上述提供股份 沒有持有的 謝謝Stanley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再見 再見